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0号星期六 周末跟大家聊一聊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 我也是经历过一些事 这些事说起来有些人动不动就说 你年龄那么小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 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就说一说当年黄帅 黄帅他所谓反潮流跟老师对着干 然后那个事情在人民日报新华社 在中央批示发表之后 在全国掀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当时就开始有一种所谓反潮流 反潮流反什么呢 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造老师的反 反师道尊严 所以一段时间里边老师变得灰溜溜的 学生好像扬眉吐气了 就有很多学生就报复老师 有些老师过去对学生要求很严 在有些学校当然也存在着少数 男教师体罚学生的情况 所以这些都要让学生来报复 甚至有很多几个学生 或者十几个学生 围打一个老师的事件也发生 那最主要的是干扰了文化课的正常进行 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说很多学校 出现了学生就是闹课堂 不想上课 说学这东西没有用 这是资产机那一套 不要走资产机的教育路线等等 都是找一些借口 有些调皮孩子本来就不想上课 就捣乱 老师呢在那种压力下也不敢多管 所以呢就放任自然 就是很多的学生上课上了一半 一闹事就上不了了 上不了老师说那你们回家吧 所以呢很多文化课都受到了耽误和影响 1973年当黄帅这个事件 在全国进行广播宣传的时候 我听了看到了这些现象以后呢 我是心里边是很不满意的 我对黄帅非常的反感 我觉得他个人如果老师对他有什么误解 批评了他 他也没必要就把这个搞成一个 全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共事件 然后呢形成了一种对老师的反攻 是借助中央的力量 借助宣传工具的力量 来把那个老师整得很 应该说不敢再乱说乱动了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我非常反感他这种行为 尤其是他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 给这个很多想调皮捣蛋的学生 带来了一些借口 然后老师也不敢再多管学生 那么这样就谁受损害呢 当然是我们受损害 我们正常像我是学习班上学习比较好的 一般考试都是第一第二名 然后呢我又是班长 我又担任了很多的职务 包括那个时候的洪小兵总部主任 连这个总部主任的两名委员 都是老师来担任 一个是组织委员 一个宣传委员 都是老师担任 唯独让我当主任 我当时不接受 但是呢团委书记找我谈话 说是为了重点培养我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当然就是说 觉得这种氛围是不对的 我就自己就写了一封信给黄帅 一开始想写给黄帅 写了一点以后 我觉得写给黄帅 黄帅跟我是同年级的学生 年龄上还比我小一点 因为我是1960年出生 我是9月份 他是1961年出生 我没有具体看月份 反正就是感觉他比我小 我给他写信的话 他也不一定会听 我不如那就写信给陕西省 这个陕西省的主要领导人 因为我在陕西省 这个咸阳市下面的新平县 一个国防工厂 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国防工厂 那子弟学校 在这个子弟学校里边学习 我们的校风还是比较好的 再加上我们的老师都非常的优秀 甚至有北大物理系毕业的老师 做我们的班主任 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是 他是后来一段时间 在那之前是一个陕西的 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 做我们的班主任 我们任客教师里边 有的还真的是不错的学历 有西北大学毕业的 有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 还有这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等等 同济大学的 都是就是在全国一些名校 就是这些毕业生 西安交大毕业的 当我们的老师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大的国防工厂 是国家重点项目 就是苏联元件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 所以呢有很多的人才 那么在这样一个学校里边 本来是受到很好的教育 但是呢突然遭受了这样的一种破坏 在那之前我们也知道 停课闹革命 从1967年我上小学开始 就没过多久就发生武斗 然后呢又发生其他的一些动乱 一直到1968年年底 说要恢复上课 1969年要迎接九大的召开 然后呢慢慢的才恢复秩序 在我印象中 全面的恢复秩序 就是在林彪事件之后那一段事件 也就是1972年73年开始 在教育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 我记得1973年那个时候呢 这个周荣来委派周荣新 做教育部的负责人 所以周荣新那个时候抓教育 抓得还蛮紧的 学校的秩序得到了恢复 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黄帅事件 就相当于是一种对着干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非常的反感 我写信给这个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珊 李瑞珊呢 他原来是湖南省委书记 他曾经是华国锋的上司 后来跟华国锋这个级别差不多 但是呢他比华国锋更加资深 后来调到陕西 1966年到陕西省当省委第一书记 那么他也同时是陕西省的 这个省军区的政委吧 如果没有记错 所以他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时候 经常也穿着一身军装的 那么我给他写信呢 就是主要是讲 我们学校现在说是要学黄帅 要造老师的反 反潮流 反师道尊严 反资产界教育路线 所以我们现在课堂秩序大乱 很多文化课基础课 现在几乎没有办法正常的上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呢 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我觉得反潮流不是这么个反法 也不能够说反师道尊严 就把所有的老师不加区别的进行反 不听老师的话 老师也不敢再批评学生 教育学生 我觉得这种做法呢 会让我们大部分的学生 因此而遭受损失 如果我们大家都学不好文化课 将来拿什么来建设社会主义呢 反正就是我就讲了这样的一些 基本的道理 我想这些属于常识 作为13周岁的这个小学生 我能够写这样的东西 我想也没有任何人指使我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 那时候我是小学五年级 小学五年级 其实我们是 我们那时候学制改来改去的 一会儿是春季入学 后来一会儿秋季入学 所以呢我实际上小学上了六年多时间 我以前也讲过 我说我们的老三年级 和新三年级合并在一起 有九个班 我是当时的九排的 三连九排的排长 后来又当了红小兵总部主任 所以呢我是学校的标兵 很多大会小会 我都是代表学生发言的 那么我有很自觉的 这样的一种政治嗅觉 政治上的敏感性 然后呢有自己的这种 政治上的判断 我没有跟谁商量 我就写了成功信 写好了以后呢 我就想就说 这因为这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了 我说我写了一封给省委书记 就那是陕西省各委会主任 也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叫李瑞珊 我说给他写了封信 然后呢他说你写的信 给我看一看 那因为好朋友呢 我就给他看了一下 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写的不错 但是呢他把握不准 他说给我哥看一下吧 因为我当时就在他家旁边 他家那个是一楼嘛 有阳台的 然后呢他就把信就给递给他哥 他哥比我们大四岁 大四岁应该是1956年出生吧 他哥看了信以后大惊失色 说怎么你怎么敢写这样的信 他说你写这个信 你打算寄出去吗 是啊 我说这个你们看完以后 我就准备寄出去 我这个马上去邮局 他说你千万不能寄 他说这个信要寄出去 不但你倒霉 连你父母都要跟着倒霉 他说你听我的话 然后呢他为了说服我 他又把这个信 又拿给另外一个 比他再大个一两岁的一个人 那个人呢姓曾 这个曾宝玉 嘉宝玉那个曾啊 曾 姓曾的这位先生呢 他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休学在家 因为他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他的嘴唇是发紫的 他整个的人就是给人感觉 就是说他的面色和什么 都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呢他非常的聪明 在家经常看各种文学作品 写诗 然后他懂得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那一代 很多事情不懂的都问他 他的父亲原来也是 厂里边的厂级领导 所以呢 给他看了以后 他更加的吃惊 他说这个信 如果要是这样上纲上线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严重 他说这个信绝对不能记 所以在他们这两位 比我大得多的学长面前 那我没办法 其实我心里边有点不服 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强烈要求下 我就把信撕了 就没有寄出去 结果没过多久 这个大概过了几个月呢 就是我们听到了 报纸啊 广播里边又传来了 王亚卓事件 王亚卓实际上是三个人 但是写信署名的是 署了一个人 是内蒙古 这个也是生产建设兵团的 十九团政治处 这么署名了王亚卓 后来那个报纸啊 广播就长篇累读的 就是对王亚卓进行批判 因为王亚卓写的那个信 无非就是跟黄帅 桑雀 认为他这种做法不合适 他这种反老实啊 这样一些做法不合适 那个信写的当时 我觉得也算挺长的 后来黄帅呢 又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回信 好像那个信给我们的感觉 就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能写出来的 那个口气啊 那个味道就感觉是成年人写的 但是是用黄帅的名义 回给王亚卓 把王亚卓的信又批驳了一通 把他的思想 把他的这种落后 这个指责了一番 所以那个信发表以后 就是我出了一身冷汗 然后我的那些同学 他哥哥呀 还有那些人见到我说 你看看 我们当时劝你劝的对吧 不然你现在你也倒霉 然后呢 他们王亚卓后来说是怎么处理的呢 说这三个人呢 都算青年人 王亚卓是哪三个人组成的呢 一个是邢卓 邢台的邢卓 卓月的卓 邢卓呢 他是河北保定人 他到了这个内蒙古呢 他是在这个十九团政治处 当宣传员 当报道员 还有一位呢 叫王文尧 王文尧比他们大一点 王文尧是二十三岁 是个党员 是天津人 他在这个政治处里边当宣传员 刚才说的邢卓是报道员 邢卓才二十岁 是个团员 然后还有一个叫恩亚利 恩亚利呢 也是二十岁 二十多一点吧 也是个共青团员 是这个兵团里边 就是他们这个政治处的放映员 电影放映员 是他们三个人 当时听了这个黄帅 那个事情以后呢 三个人都有意见 都在一起议论了一下 但是执笔的人呢 是邢卓 王亚卓 就是分别三个人名字里边 取了一个字 王就是王文尧 亚就是恩亚利 卓就是邢卓 邢卓他是执笔人 但是他把自己名字 卓是放在最后一个字 然后是邢卓 根据他们讨论的这个大意 他其实也没跟他们具体的商量 就写成了一封信 是好像晚上写的 写完以后很快就寄出去了 也没有找他们两个人再看一遍 在这之前 他们的那个鼓掌 也曾经表示过 对黄帅的这种做法的不满 他们的鼓掌性催 所以呢 基本上是有三四个人 在一块议论过黄帅这个事件 但是主要执笔人 主要的这个里边的内容是行左写的 寄出去了 寄给的是人民日报 因为黄帅事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这个事情呢 很快就是上面查下来了 包括斯人帮 等到这个事情几年之后 真相大白的时候才知道 当时人民日报的主编叫鲁英 鲁英是个工人出身的工宣队 去当人民日报主编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来信呢 就是提交给姚文元 因为姚文元是负责意识形态的 姚文元呢 又转给其他的政治局委员看 包括江青张春桥 他们都做了批示 还有王洪文也表示同意 王洪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啊 所以这样的下 就斯人帮这个都传阅了以后同意 然后呢 就对他们这几个人进行批判 并且呢 这个他们本单位对他们进行了处理 那怎么处理的呢 处理的最严重的应该是他那个鼓掌 那个鼓掌 因为这三个小青年都是那鼓掌 经过政审以后 把他们吊在自己身边工作了 受他的领导 而且那鼓掌呢 也是参与了议论 虽然没有直接署名 但是呢 也是参加了议论 所以鼓掌呢 被这个解职回家 他本来像他们生产 建设兵团都算是半军事编制了 他也算是干部嘛 结果呢 把他解职回家 工资还降了三级 然后呢 这三个人 这个因为年龄都很很小嘛 所以呢 都是做了这个党籍和团籍方面的处理 比如说 对党员进行了党内严重警告 倒是没有开除党籍 对这个行桌呢 是主要的负责人 行桌 给他的是这个党内 团内 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然后恩亚利 也就是团内警告处分 然后呢 他们受到了一种 就是说 让人感觉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但是呢 其他人 他们的战友并没有觉得这个有多么严重 虽然在开批判会的时候 要做官样文章嘛 大家都纷纷指着他们批判他们 反复的这个批判 但是事后私下里都表现了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所以呢 这个也还没有算遭受大难 但是行桌的妹妹 据说是因为家里边忧虑这个事情 派他妹妹去探望他 虽然这个他的同事战友们 对他妹妹也都很热情很好 但是他妹妹后来回去以后 情绪上各方面可能也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然后得了一场病 然后就居然大病一场死去了 所以这个呢 是算家破人亡 这个说法啊 按照过去的一个说法 比较严重的事情 一直到三年之后 实际上不是三年啊 因为这个事情是1974年正式公开批判王亚卓的 74年 那么到了1975年这个事情 才基本上算结束 那么75年到1978年三年时间 隔了三年以后 1978年正式为王亚卓事件平反 那平反这几个人无非就是恢复他们的这个 撤销他们党内的团内的处分 恢复他们的正常的工作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对于死去的人这怎么补偿呢 对吧 还有这个那个崔鼓掌被转业到地方去 也不算转业吧 就离职吧 离职到地方去 工资降了三级 是不是后来得到了恢复 这个我没有去细查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啊 就当时给这个生产建设兵团 给当地都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对这三个人来讲 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呢 是不是应该感到侥幸呢 对吧 我算是漏网之鱼 如果当时没有这两位学长劝阻我 那么这个信如果真的寄到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那边 也可能信还没有到 这个第一书记手里边 可能就被其他的那些工作人员 秘书啊 他们拆了以后再汇报给领导 恐怕就开始要对我进行清算了 那么对我清算的话 我那时候还是未成年的 13周岁 对吧 就算那个事情再过往后一点 就是14岁 14岁的话也还不足以 把我什么判刑啊什么之类的 也没那么严重啊 应该就是说 但是对我的父母亲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后来 等到我父母退休了 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 我才跟我父母说 他们说 你还干过这个事情 你都没跟我们说过 我说那时候哪敢说啊 我闯了一个祸 差一点啊 就是万一要是真的那个闯了祸 让你们不知不觉的 就是突然就因为我遭受这个迫害 他们说 哎呀那真要是那样子 那也没办法 我们只能说我们管教不严 当然也没办法 一个小孩子也不能天天盯住他 我们当时工作那么忙 就是说反正政治上的事情 还是扫管为妙 基本上就这样讲 但是呢 他说你的观点也没错 就是不要把学校秩序搞乱了 不要什么借口 反世道尊严 反潮流 反老师 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父母都支持我的这些 基本的立场态度和观点 哎呀这个事情 这个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以前也说过 跟一些 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跟同学说过 他们都觉得 你那个时候思想 比我们很成熟的多呀 我们都是同龄人 为什么我们当时就想不到这么多呢 我那时候是比较早熟 所以呢 我在十岁以后呢 就我对政治问题特别的敏锐 关心的很多的事情 那时候我父亲 订了一份参考消息 我是基本上参考消息 我都无一遗漏的 都看得很认真 那时候国内的各种主要的报纸 我也是经常看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这种阅读理解能力 政治上的这种敏感性 和一般成年人相比来讲的话 不会相差多少 甚至有的是超过一般的平均水平 所以我那个时候 这个到了中学的时候 我就思想就更加的 这个趋于成熟 然后对四人帮的一套做法 越来越不满 比如说劈水虎 毛泽东劈水虎 我就内心非常的不满 我们当时一块画画的小朋友 画友 我们就经常讥讽毛泽东 说他这个 就是那么喜欢看《红楼梦》 就是不喜欢水虎 当然也可能他喜欢水虎这个作品 但是呢 他现在说要批判水虎 这点我们是内心很不容易接受的 对吧 还有批孔 批孔子 实际上就是借古讽经吧 古为经用 就是搞这一套东西 所以我们当时对毛泽东 其实内心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我是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那个画画的那个话语 我以前也说过 他居然在追悼会现场大笑起来 后来呢 人家把他揪出去 差点把他这个严重的处理了 因为他的父亲是厂里边的厂长 郑厂长 而且是乌兰夫当年带出去的这个猛族干部 所以呢 厂里边的这些了解一下这个小孩 问他为什么笑 他说刚才看到有一个人在那 没有明明没有眼泪 哭不出来 在那拼命挤眼泪 搞得那个表情非常的滑稽 所以他没有忍住 他就大笑起来 他说他不是笑毛主席这个事情 他是笑的是 那个人他为了表现出 对毛主席趋势的哀痛 他明明没有眼泪 他要硬挤眼泪 他说这个很可笑 他笑出来了 后来呢 这个厂里面的干部 大概找他父亲 找他家里边人 对他狠狠的这个批评 教育 也没把他处理 但我想如果这个事情 不是长短的儿子 而是别的小朋友 会不会处理的更严重一点呢 直到现在我还跟他 保持着联系 就是说我还跟他提起这个事 他说那是小不懂事 我心想再不懂事 这个最起码的政治常识 还是有的 他还是胆子比较大 因为我们平时 我们在一块也议论毛泽东 我们就私下里面 对毛泽东就没什么多恭敬 要不然也不会这样 好的 我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